欢迎收看喵娱乐 小S的老公徐亚军结婚19年 感情已经进入平淡期 快言快语的小S不止一次说漏嘴 对外抱怨老公在婚姻中的种种 而在最新一期节目中 身为主持人的小S又大到鼓水 坦言因为徐亚军长期不履行夫妻义务 自己完全有了可以起诉离婚的协议 坦诚发言让现场嘉宾吓到变脸 在最新一期小姐不惜地中 邀请到了日本知名男优加藤英 和两对明星夫妻 话题和尺度拉满 大谈两性关系和夫妻生活 这个话题对于小S来说 很是嫁轻就熟 他也并不避讳相关问题 直接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 主动自曝 徐亚军很久都没有和他有过夫妻生活 他完全可以凭借这一点 向徐亚军起诉离婚 小S不止一次提到 和徐亚军已经进入了和谐模式 甚至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 自己只能靠小玩具发泄欲望 不过没想到小S这么敢说 虽然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来的 还是不难感受到小S的介意 虽然三个女儿都已经出落的亭亭欲力 还提前接曝 母亲进入娱乐圈开始赚钱 大女儿L也如愿以偿到美国留学 但在大家看来 小S的婚姻留下了很多遗憾 尤其是徐亚军之前多次 业会美女的争议牵连了家人 让小S莫名承受了很多压力 还要为了保护家里人体面维稳 小S不止一次放话 很爱老公 但也曾在玩笑话中吐露真心 从不羡慕走进婚姻里的女人 还吐槽徐亚军是个隐形爸爸 爸爸是隐形的 不仅如此 小S还反悲徐亚军嫌弃没用 气到崩溃大哭 年轻婆婆都曾为了想抱孙子 给小S施加压力 被小S怼了回去 喊话声男生女是男人的问题 与她无关 这样看来 小S在婚姻中真的是不如大S潇洒 大S可以让汪小飞一次次为这个家两地奔波 还让汪小飞一次次发疯 而小S不能拿捏老公 更多的是陷入内耗之中 当然姐妹俩在婚姻中的地位 也取决于老公的态度 徐亚军一辈子没上过半 又有家产继承 不靠小S养活 不需要低头说话 而聚聚业两手空空来住大S的房子 连一枚钻戒都没给大S准备 工作还要靠大S的人脉 更要蹭一蹭大S的热度 这样的女方这么多便宜 情绪价值自然要跟上了 只是聚聚业为了生计 如今要两头跑 大S又过上了异地恋的生活 这样长久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但大S又不可能卑微到 为了爱情离开家乡到韩国定居 养尊除优了这么久 也不可能下狠心付出赚辛苦钱 看来现在只能全力支持聚聚业了